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抽6萬大獎 在修武的現場 大家穿梭來穿梭去 有個小小的身影 特別的引人注意 他就是9歲的林秉澤 幫忙扛鐵架 再重也不怕 儘管已經滿頭汗了 還是撐到底 這一頭協助底工具 一轉身拿起捲齒 他又低頭忙著測量距離 5歲 林秉澤跟著爸爸忙裡忙外 不知消耗了多少體力 完全看不出來 他是個罕病兒童 罹患骨髓生成不良症候群 兩年前還曾經賣餅籌錢 這個在大街上賣餅的畫面 當時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為了打免疫球蛋白 每個星期要自費25000元 為了籌措龐大的醫藥費 小小年紀的他 幫爸爸上街賣餅 短短時間 上萬網友 有錢出錢 有力處理 兩年過去了林秉澤病情穩定 還嚷著要和爸爸 一起來當職工 因為北斗的這名許姓阿嬤 他的房子在颱風天被吹壞了 看到這個小小職工 也來幫忙修房子 阿嬤一度眼眶紅了 實說好感動 之前賣餅籌藥費收到好多人的幫忙 9歲林秉澤小小年紀就懂得要把愛心傳遞出去 溫暖更多的人 解程孟輝 張華報導 請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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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